香港中環打工人下班后 赶往深圳看我心心念念的 零魂百度音乐剧啦 从小小四九龙到深圳平山 有直达高铁 大约54分钟 途中路过Shik Shack 点个外卖路上吃 虽然剧情相对于 网剧来说简单一些 但是还是完美呈现了 铁三角之间的情谊 最惊艳的还是 赵丽扮演者于亦的唱功 完全是超专业水准 还有最后非常有诚意的反场 几位主演都清唱了一段 自己戏中的台词 主演于亦也表达了 对于这部音乐剧 还有十年灵魂百度的一些想法 希望还有机会看到 下一部灵魂百度的网剧 我上军一郎 恨不胜图是 我上军为上军生我一郎 我上军为上军生我一郎 我上军生我一郎 深圳晚安 我们终将于千万人中 遇见我们所遇见的人 再见 第二天正式开始我们的深圳平山citywalk 上午起床后先来到这家 在一栋平山古楼里面的私房菜 主打的是融合菜 味道确实是可以 而且有些菜品能够感受到 厨师的创意和用心 推荐打卡哦 饭后来到平山 一个客家人的故居 大万市居参观 五须门条 这里是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 也有一些展现客家荤苏文化的展览 还有多年来客家人一路从北方迁徙到广东地区的历史 这也是客家人被称为客的原因 从一路被称为客人到自称客家人 逛累了来到平山老街 这里有一家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糖水店小雨点 当我们快到的时候刚好下起了大雨 听说下雨天和糖水更配 这也是十分应景了 距离糖水店不远处 还有一家顺香园 听说这里的炸鸡也非常好吃 于是外卖了一份 距离最后一班平山到香港的高铁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顺便去看了最近口碑票房都很丰收的风神 最后结束一天丰富的行程 带上我的炸鸡回港啦 请小心天急 男嘉宾